我现在在上海,这是上海的古一园 位于上海市西北郊嘉定区的南祥镇 古一园的一字取自诗经中的绿竹一一 这里是上海的五大古典园林之一 听说南祥镇的小笼包特别好吃 这个视频带大家看一下 在上海的古一园里面吃一顿小笼包 要花多少钱 旁边就是入口 我从这进去 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 看一下 这就是上海的古一园餐厅 我就在这里面吃小笼包 我一个人随便坐一个位置 就坐这桌 先看一下环境 吃饭的人不多 我先看看有什么 南祥小龙 这也是手机电餐 古一园餐厅 我先看看有什么吃的 是黑松露小笼包五只八十八 原味的是三十一龙十五只 还有蟹粉的 虾仁的是四十八 香菇的 码头鲜肉的 各种各样的 还有咸淡黄的 下面就是汤了 我觉得我应该吃这个原味的 点一个原味的 再看看汤 这汤有碧绿鱼儿汤 酸辣汤 雪菜豆瓣汤 这些汤都是十元 下面就是喝的 我就来一个上海酸辣汤吧 一共是四十 结蒜 对 我的原味小笼包 这次上齐了 原味小笼包 还有一碗酸辣汤 一共是 四十 三十八 再网上下单 便宜两块钱 从这拍成照 准备开吃 吃之前 先把醋准备好 这是大醋坛子 看这么大个 我得慢点 正好 醋就放在这吧 放在这酸辣汤旁边 拿起筷子 准备开吃 一共是 十五个小笼包 这个原味的 我是第一次吃 先蘸点醋 咬开的一瞬间 这个皮就破了 这个醋真的是太酸了 这是不是九度米醋 这原味我吃出来了 是猪肉的 看一下这个猪肉 这个猪肉属于肥瘦搭配的 是七分瘦肉 三分肥肉 里面都是汤 一咬就出汤了 他们告诉我 正宗的吃法 应该是 先咬个小口 把汤喝了 还没等我咬呢 这皮就破了 因为皮太薄了 所以我就先吃皮 后吃馅儿吧 然后蘸点醋 就当牛肉丸子了 不是 就当猪肉丸子了 一口吞掉 这次我尝试一下 大家教我的这个吃法 咬一个小口 但是这个汤吸不出来了 咬完之后 皮太薄了 味道真好吃 这个包子 油而不腻 里面虽然是汤油 但是吃到嘴里特别香 这是酸辣汤 有鸡蛋 还有香菇 这上面还有 这有点像腐竹竹笋 还有香菜 感觉像和豆腐脑 南响小龙包 南响小龙包 吃一个包子 喝一口汤 美味啊 皮薄肉馅 18个褶儿 一口一个 太好吃了 这包子让我一口气吃完了 旧生汤了 准备喝汤 直接干了 好喝呀 好喝呀 小龙包 一共花了38块钱 大家觉得怎么样 不愿意 感谢观看